后爸的女儿找人带写比赛作文的事情 被曝光了出来 在我的房间发疯 我妈安慰她不得 反手打了我一巴掌 要不是你写了那些东西 你姐姐又怎么被人骂 我摸着被打的地方 低下的脸上却勾起了一抹笑 这一天我已经等好久了 两年前 我爸妈花了一周的时间离婚 其中半天是领离婚证 剩下的六天半都是在吵我的归属问题 最后我爸以十万的赔偿费 成功地让我妈带走了我这个拖油瓶 我妈一手牵留我 走出那个我们住了十几年的老房子 一手指挥着拉货的师傅搬东西 我回头向上看 正对上我爸的视线 她已在窗口抽烟 注意到我的目光愣了一下 但在下一秒就关上了窗户 这边我妈见我一直抬着头看 扯了我一把 看什么看 你爸早盼着丢掉你这个拖油瓶 好换个黄花大闺女给她生儿子呢 就你还看 我沉默地低下头 儿子这两个字我常听我妈说 尤其是她和我爸吵架的时候 她常就会说你有本事 就去外面找别的女人生儿子 或是你不就觉得我生出儿子之类的话 然后我爸就会摔门而走 留下我妈一个人哭 或许正是因为我不是个儿子 才让我爸妈有了这么多的争吵 以至于最后离婚 所以在跟妈妈走以后 我一直乖乖听话 不想给她添一点麻烦 忽然有一天 我妈和我说 她要带我去一个新家 新家里有一个比你大一点的姐姐 你作为妹妹的 一定要让你姐姐 不要让姐姐生气 我垂下眼眸 点了点头 但不让白念念生气是不可能的 我的存在 本身就足够让她生气了 我不管 我才不要什么妹妹 这个家里只能有我一个孩子 白念念边砸东西边喊 她爸爸和我妈妈 连忙围到她身边哄 生怕她打砸的时候 伤着自己 我不知所措地站在一旁 忽然我妈把我扯到了 白念念面前 迎面而来的就是苹果 重重地砸在了我的额头上 我被砸得发猛 还没反应过来是怎么回事 却听见我妈说 还不快把苹果捡起来 我下意识地听从我妈的话 捡起了苹果 然后看向我妈 我妈却一眼也没有失手给我 抢过我手里的苹果 就小心翼翼地递到了白念念的面前 轻声细语地说 念念 你以后想让欢欢做什么 就让她做什么 不生气了好吗 白念念看了眼我妈手里的苹果 却没有点头 而是看向我 我妈的手掌随即打在我的后背上 欢欢你会听念念姐姐的话是不是 在三双眼睛的注视下 我犹豫地点下了头 白念念这才勉为其难地说 那她只能睡最小的那个房间 爸爸你不准给她零花钱 那是当然 那是当然 我妈连忙硬道 又让我谢谢姐姐把我留下 我并不觉得留下有什么好的 但是我妈激动的神情让我知道 不想留下的只有我一个人 我只能低下头对白念念说 谢谢姐姐 一时间三个人都满意了 我不能进入白念念的房间 但是白念念却能自由地进出我的房间 她翻开我带来的行李 把衣服嫌弃的都丢到了一边的地上 我连忙弯腰把它们捡起来 回头却发现 她正拿着我的小熊玩偶在看 这个小熊玩偶 是五年前我生日的时候我妈送我的 那时候我妈和我爸还没有离婚 争吵也没有那么激烈 偶尔还会一起带着我出去玩 我一直很珍惜这只小熊 每天都会把它放在床头 定期都会给它洗澡 洗衣服 所以哪怕五年过去了 这只小熊也像新的一样 我生怕白念念会像丢衣服一样 把小熊丢在地上 急忙把小熊夺了过来 白念念本还惬意的表情 瞬间沉了下来 她上前一把扯走我的小熊 还给我 我喊道 伸手就想把小熊拿回来 个破熊这么宝贝 我偏就不给你 白念念躲过我的手 拿过旁边的剪刀 就剪在了小熊身上 我想阻止 却没有夺过它 反被剪刀划伤了手 血不停地流出 但闻声赶来的我妈 却第一时间地打向我的屁股 说了 要听你姐姐的 你就这么做的 对面白念念把小熊扔到地上 踩了一脚 对我得意洋洋地笑了起来 屁股上火啦啦地痛觉传来 我看着被她踩在脚下 用脚碾了又碾的小熊 眼泪终于忍不住地落了下来 当天晚上 我的小熊被扔进了垃圾桶 雨稀稀里里地下 我妈拿着药水 一边给我处理手上的伤口 一边却又不停地念叨着 让我在这个家里 一定要听话 不能和白念念争 不能和白念念抢 你也不想回去住以前的小破屋 被老鼠咬吧 所以啊 姐姐想要什么 你就给它什么 等姐姐走了再和妈妈说 妈妈会补偿给你的 懂吗 可是有些东西是没办法补偿的呀 就像那只小熊 但出于对妈妈的信赖 我还是点下了头 白念念霸着餐桌不让我上 我忍下了 她在门把手上涂满了胶水 害我手破了一层皮 我也忍下了 但是我的退让 换不来和平共处 反而让白念念的气焰 越来越嚣张 一有不顺心的地方 她就会拿我出气 有一次 白念念在我的校服上 涂涂画画 但这一次画的 却不是什么随便的线条 而是一句句脏话 还有狗屎之类的图案 是不是很适合你 小狗狗 白念念对我 恶意地笑着说 我不是狗 我咬着牙说 白念念大笑起来 你不是狗是什么 连餐桌都上不了的小狗狗 她故意把手摆在耳朵旁 做出狗耳的样子 我握紧了拳头 但最后还是 什么也没有做 只是拿着这一身衣服 找到了我妈 妈 姐姐在我的校服上 写这些字 你可以给我换一件 新的校服吗 哪怕知道我妈为我说话的几率很小 但是我仍是怀抱着一丝期待 刻意将那些脏话 放到我妈的面前 我妈却只是皱了下眉 就说 买校服还要找你们班主任 多麻烦 万一要是让她知道了 是你姐姐做的 该不高兴了 不是还有一件吗 你就先将就着穿一下 可是妈你说过的纸药 我突然止住 说出后面要说的话 但话才一出口 我妈的眉毛就又皱了起来 脸上也染上了不耐烦的神色 我瞬间明白了 那话不过是哄我的 于是止住了要说出口的话 只要什么 我摇摇头 低下头 用垂下来的头发 掩饰住自己泛酸的眼睛 我妈发了个白眼 没事就快去把菜给洗了 别耽误我做饭 这时 白念念却从房间里出来了 走到我妈的身边坐下 阿姨晚上 我想吃红烧排骨 好我妈笑着硬倒 然后就对我说 听到了没 你姐姐想吃排骨 还不快去把排骨拿出来画了 说完 她又转过头去和白念念说笑起来 一副母词女笑的模样 但我才是我妈的亲生女儿啊 可现在我站在这里 却就像个外人 这一日后 我拼了命地学习 每天五点半起来被英语单词 每一门课都提前预习 然后不断地刷题目 总结 然后再刷题目 总结 我妈的承诺已经无法相信 我能够相信的就只剩下我自己了 可白念念却像讨厌的文银一样 不断地干扰着我的正常生活 又一次热考成绩公布 我得了个第一的好名次 白念念却是老师口中 需要好好收心学习的存在 一听到老师说 要把成绩单带回家 给家长签名 白念念的脸色更差了 见状我放学后 刻意就避开了她 换了条路回家 沿路上有断下坡的草坪 草坪下是一个石头围起来的人工湖 我正想着 等下到家 要怎么躲过白念念的发难 身后侧却突然传来一个利 把我推下了坡 是白念念 我回头看到了她 但她却一点恐惧也没有 反对我挑衅的一笑 去死吧 我听到她的声音说 下一秒 一块大石头出现在了我的眼前 而且越来越大 我顾不上其他 赶忙用胳膊护住我的头 随着一声闷响 刺骨的疼痛 瞬间扯住了我的神经 恍惚间 我仿佛听到了 我骨头的断裂声 还好是左手 我第一时间想到 眼泪却在这时 怎么也止不住地往外流 过了几分钟 我忍着疼痛 从坡下爬了上去 白念念早就不见踪影 在好心人的帮助下 我被送到了医院 然后第一时间通知了我妈 然而 我妈却在两个小时后 才迟迟赶到 她焦急地抓着护士 问我手臂的情况 额头上还渗着汗珠 我却不敢对她 再有一丝动容 妈 你怎么这么晚才来 好心人骑着自行车半小时 就把我送到了这里 而我妈可是有着一辆汽车呀 我妈的神色一变 家里出了一点事 她含糊其词地说 我心里却是明了 这所谓的一点事 一定是和白念念有关 我闭了闭眼 忍下泪水 妈你知道我是怎么摔的吗 不就是你自己摔的 是白念念把我推下去的 我亲眼看见的 我死死地盯着我妈的表情 想要从中找出一分 对白念念此举的气氛 但是没有 她有的惊讶和慌张 以及最后针对我而来的恼怒 怎么可能是你姐姐 她早回家了 你自己贪婪不小心摔了就摔了 还赖到你姐姐身上了 妈 我再也控制不住 要不是我自己护住了头 现在断的就不是我的手了 我真的是你的女儿吗 你不是我的女儿还是谁的 是谁供你吃 供你喝 还不是我呀 我就容易梦我 你一天天的不知道 帮我还禁给我添乱 就算是你姐姐做的又怎么样 话到激动之处 她一巴掌打到了我的身上 疼得我痛呼出声 我妈这时才想起我身上还有伤 看着自己的手掌愣了一会儿 说想起医药费可能还没交 慌忙的就往外去了 当天晚上 我妈带着打石膏的我回去 路上她买了块小蛋糕 一到家 却好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 亲热地把小蛋糕给了正在看电视的白念念 阿姨在路上看到这个 想到你喜欢吃 就特意给你买了 白念念笑盈盈地接过小蛋糕 谢谢阿姨 欢欢她怎么样 她转过头看向我 眼神中是明晃晃地不怀好意 怎么就摔骨折了呀 她明知故问道 唉 都是她自己不小心 让你担心了 我妈笑着对白念念说 但是当她转头看向我时 却拉下了嘴角 还在门口愣着做什么 要我请你进来吗 还不等我说话 白念念就说 欢欢可能还没回过神来吧 对了阿姨 既然欢欢的手骨折了 也不方便上学 干脆就给欢欢请个长假 等她守好了再去吧 不行 我急忙说 我伤的只是左手 写字的右手没有任何问题 要是请了长假 我会跟不上老师的进度 在别的事情上我可以暂时妥协 但上学不行 我妈有些松动 但是她看了眼白念念却说 就像念念说的那样 受伤了终究有些不方便 还是伤好点再去吧 我的心里一片冰凉 我说了 我要去上学 就算是你给我请了假 我也会自己去学校 面对我的态度 我妈张了张嘴 正准备说些什么 白念念却突然扯了扯她的衣角 既然欢欢这么想去 阿姨你就让她去吧 然后她扶在我妈的耳边 又轻声说两句 随即我妈灰色的目光落在我的身上 似是打量又似是思考 片刻后她冲白念念点了点头 然后对我说 那就随你 这样反常的态度 我心里更警惕了 谁知道白念念刚才在我妈耳边 又说了什么 我不信她会这么轻易地就放过我 你姐姐这么关心你 你也不知道说句谢谢 我妈突然说 你让我谢她 谢这个差点害死我的人 我的眼睛直直地看向我妈 脱口而出 就是斩钉截铁的三个字 不可能 说完我不顾身后的叫骂声 转身就回了房间 费力地用右手打开书包 那张年纪低的成绩单 还静静地躺在里面 出力对白念念和我妈的警惕 晚上我直接睡在了 我后爸没人的书房里 第二天早上我的生活中五点半准时就把我叫醒了 正在我墨背着单词的时候 隔壁开关门的声音吸引了我 隔壁就是我妈的房间 但她从来不会起这么早做饭 我心下起疑 悄悄地打开了一条门缝 就看到我妈站在我的房门前 手上的动作像是在锁门 果然在她转过身的下一秒 我就看到了还拿在她手上的钥匙 我要是现在出去会不会吓她一跳 我讽刺地想 但我还不想被我妈恼羞成怒地关起来 到时候又有谁能来救我 白念念吗 我深呼吸了一口气 放开不知道怎么握起来的拳头 小心翼翼地又关上了门 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我了 爸爸 我不要任何东西 只要一个可以住的地方 你会不会愿意帮帮我 当天我没有去学校 而是走到了那个 我曾经住过的老房子楼下 远远地我就看到了我爸 他小心翼翼地扶着身边 小腹微骨的女人 眉眼俱笑 偶然落在女人腹上的眼神 都充满了闪着光的期待 我是不是曾经也被这样期待过 我咬了咬下唇 只希望曾经的那根期待 能给现在的我带来点好运 然而当我爸看到我的那一瞬间 他微变的表情就让我知道 我的这份希望是要落空了 你怎么来的 我爸把我扯到一棵大树后面 左顾右盼 生怕有谁看到我和她在一起 或者说是害怕那个女人看到 你妈呢 是不是你妈让你过来的 我爸边说边向树后头去视线 那个女人现在就坐在 这后面的长椅上 不是 是我自己来的 你就一个人过来的 我爸的视线终于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点点头 正准备开口说话 忽然我爸的手机响了一声 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再看向我的眼神 明显急切了很多 你也看到了 我又结婚了 他不知道你的存在 你要是缺钱 我爸从口袋的皮夹里 拿出了一叠的红钱 塞到我的手里 这些钱给你 没其他事你就走吧 以后也别来了 说完 他就急匆匆地 又赶回女人的身边去了 虽然听不到她们的声音 但是我爸看到女人的瞬间 就轻松下来的眉眼 就像捣碎的柠檬一样 让我的心脏又酸又色 仍隐隐作痛的左手臂 更是提醒着我 她的不上心 从头到尾 她都没有关心过我一句 我低头看着手上的一把钱 想把她们都撕碎了 但最终还是理智占了上风 在没有任何人可以依靠的情况下 任何我未来用得上的东西 都该好好珍惜 我一张一张地把钱整理铺平 整整齐齐地放进我随身的书包里 然后乖乖地回到了那个 想要禁锢住我的家 狭小的空间里 没有其他人动过的痕迹 整个房间就像她的临时住客一样的安静 也同样的没有人在意 看来我妈和白孽孽都还不知道 我离开过的事 也省了一些麻烦 还有两年 比我成年还有两年 不过就是在当两年的好妹妹 放下那些不必要的期待 以后我又有什么做不到的 一个月后 我笑着走到了白念念的面前 姐姐 我有办法帮你 要说白念念最讨厌的人 那绝不是我 而是把她挤下斑花之味的薛雪 最新出的月考成绩 薛雪的成绩又比白念念高 更是让她气得不行 最近有一个省级作文比赛 只要你在这个作文比赛里得奖了 薛雪这点成绩又能算什么 白念念狐一地看向我 你会这么好心 我乖顺地垂下眸 只要姐姐让妈妈放我回去上学 我就愿意帮姐姐你拿奖 我的语文成绩很好 每次作文都会被老师拿出来单独夸奖 而这方面又恰恰是薛雪的短板 再加上白念念爱出风头的性格 我完全不担心她会不答应 果然被打消了一律后 白念念没思考两秒就答应了下来 要是拿不到奖 你以后就别想去上学了她威胁说 但我丝毫不在意 毕竟我知道原已经上钩了 第二天我终于消掉了我的长假 重新回到了学校 这一个月在家我也没有放弃学习 把在家遇到的那些难题 拿去请教过老师后 我很快就补上了这一个月缺课的进度 要帮白念念参赛的作文 也早在这一个月里写好了 但我还是磨了一周 才把作文拿给白念念 在她看剧看得正上头的时候 姐姐这是我写好的作文 你要不要看看 要是没问题 我就帮你发给老师了 白念念一点眼神也没有分给我 全心都在电视剧上 你自己看着办 她敷衍地说 等第二天她想起来的时候 我已经替她把作文发给了老师 姐姐要看一眼吗 我再一次问 不用了 要是不成什么后果 你自己也知道 直到比赛的结果出来 白念念也没有看过 参赛的那篇作文一眼 上课时 老师拿着奖状 当场表扬了白念念 等下课老师走后 白念念的座位周围 一下子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念念你也太厉害了 省一等奖的奖状 我怎么就没这么本事 快教教我你是怎么写的 我就随便写写 我也没想到 居然就拿奖了 白念念谦虚地说 但她那羔羊起来的下巴 却分明说着她主人的得意 周围人顺着她的话 又是一通夸赞 这时 一个不和谐的声音 却插了进来 谁知道她这次是走了 什么狗屎运 有本事再写一篇得奖的 看她 窝在自己作为刷题的我 抬起了头 太像说话的人薛薛 我转了转手上的笔 心下一乐 看来是 不用我去继续引诱 白念念写作了 当天晚上 我的房间里 就多了一个人 再给我写一篇作文 白念念毫不客气地说 什么作文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作文 反正只要能得奖 什么作文都可以 白念念不耐烦地说 好 两个月后 白念念成功地 又拿到了一个奖 而且还是在学生间 很有名的一家杂志创设的小说新人奖 当学校里的杂志读者们知道 这次新人奖的作者在学校的时候 整个学校都沸腾了起来 班级外的走廊上 时不时就有人路过 白念念无论走到哪里 都是人们瞩目的对象 杂志社给的奖金 更是让她挥霍起来 毫不心疼地 买起了各种首饰 零食 什么学学 早就不在她的眼里了 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 白念念获奖的热度 总会过去 满足了好奇心的同学们 也渐渐地不再到班级外的走廊上了 那些无处不在的夸奖 也变成了偶尔才会提起来的一句哦 原来是这个人啊 巨大的落差感 让白念念再一次找上我 可是吃晚饭以后 我还要洗碗 没那么多时间 我为难地说 白念念立即就说 可以让你妈去洗 以后你就和我们一起吃饭 想吃什么都可以 和你妈说 谢谢姐姐 我一定会替你 写好这篇作文的 我故作感激地说 靠着我替她带写 白念念很快就成了 学校里有名的才女 为了一直维持这样的名声 白念念自然是越来越离不开我 好妹妹 你在帮我这一次 把她拿出一条保湿手链 塞到我的手里 上次我看到你在看这条手链 看在这条手链的面子上 欢欢你就再帮我一次吧 这一条手链 要上千的价格 但我写文得来的所有钱 都给了她 我妈又试试顺着她 于是在我的鼓动下 白念念早就养成了 花钱大手大脚的习惯 后来她又找了个富二代男友 花钱更是没数 上万的包包说买就买 带着她也对钱越来越不在意 马上要高考了 我没时间 我把手链放到一旁 拿起笔就继续刷起了题 白念念沉默了一会儿 说 那好 等高考结束以后 你一定要帮我 我没有应声 高考结束 我也成年了 这两年偷偷攒的钱 足够我在外面生活一阵 至此 这个家再没什么可以制顾我了 我为什么还要帮她 但白念念却以为我是默认了 给我许诺了一堆好处 高高兴兴地就走了 没一会儿 我就外面传来她要出门 去玩的声音 她本就不是一个聪明的学生 本来为了面子上的好看 她还会稍微努力努力 但现在她有了才女的名声 成绩什么的 她早就不在乎了 高二的时候 成绩就从中下游 滑到了年级的最下游 但她忘了 这才女的名声 本不属于她 高考结束后的第一天 我就把白念念有代写的事 匿名同给了薛雪 薛雪这两年 一直被白念念压着 早就不爽了 现在有这么一个大料在手 她在毕业里当天就发难了 白念念 你们比这么好 今天给我们上台展示一下呗 不做诗随便讲讲也可以啊 大家学生欢迎 其他同学当即跟着起哄 但白念念以往上台讲话的讲话词 也是我提前准备好的 现在让她当场开讲 她哪有那个能力 我今天嗓子子不舒服 就不上去了 白念念可以压低了灶子说 是嗓子不舒服还是讲不来啊 薛雪阴阳怪气道 你上篇小说的主角 不是带病都能坚持游泳比赛吗 一点点的不舒服 也不至于为难住我们的大才女吧 同学们起哄的声音 煞时都停了下来 谁都听得出薛雪是找茬来的 我引在人群后面 嘴角微微勾起 这薛雪倒是聪明 我可从未写过什么带病比赛的剧情 甚至上篇小说的主角都不会游泳 白念念被薛雪脚的心烦 小说是小说 我身体不舒服 不想讲不行吗 但那可是你写的小说 你还记得你写了什么吗 你不是都说了吗 主角带病参加游泳比赛 白念念不耐烦地说 薛雪的嘴角高高扬起 一些同学看着白念念的眼神也变了 念念 你要不要再想想 一个和白念念关系 还可以给女生提醒到 但是我写的那些东西 白念念从来就没有看过 被提醒了 她也只以为自己可能说错了比赛 就随口胡扯 写得有些久了 参加的比赛忘了 不过大概就是那些嘛 那个女生还想说什么 但是薛雪抢先开口 哎呀 你再怎么提醒也是没用的 这小说本来就不是白大才女写的 她怕是看都没有看过 哪里会知道小说里写了什么 是吧 白大才女 谁说不是我写的 我不就是小说写多了记魂了吗 赵来欢你说是不是 白念念并急乱投医地找上我 一时间所有人的视线都集中到了我的身上 薛雪忽然拍一下脑袋 呀 该不会赵来欢就是你那个代笔吧 她作文向来都是满分 这可比你这个语文差生 是才你有说服力多了 我沉默不语 白念念说不过薛雪 着急的就想上前抓住我 让我替她说话 但薛雪提前一步拦在了我的身前 并继续开言嘲讽 气急之下 白念念就和薛雪动起手来 老师来的时候两人的头发和衣服都被对方扯得乱七八糟了 处理了两人后 老师把我一个人叫到了办公室 莱欢 那些小说文章是你写的吗 我故作犹豫地点了点头 我想好好地上学 所以只能帮她写了 身为班主任 老师也知道一些我家的情况 她于是问我高考后有什么打算 在得知我准备搬出去 找份家教自力更生后 便拍了拍我的肩 说这件事会给我一个交代的 代写小说的时候我本就留了不少破绽 比如投稿用的从来就是我的邮箱 不过两天就确定了事件的原委 白念念喊着是我自愿给她代笔的也无用 谁会相信有人自愿将名利让给别人 她这么说反而让人更觉得她就是这么无耻的一个人 原本由作文比赛得来的高考加分也没了 以白念念的高考成绩最多也只能上一个专科学校 她的那个富二代男友更是直接和她分手 还让她归还之前送的那些昂贵礼物 白念念当天回家就发起了风 冲到我的房间乱打乱砸 指着我就让我滚出去 我静静地看着白念念把房间砸成了垃圾场 然后才给她一一指出哪些东西是富二代送给她 又被她转送了我的 你去死 白念念捡了的碎花瓶就往我头上砸 被我躲开后自己就摔在了地上 花瓶碎片溅了一地 其中步伐弹射到白念念脸上的 她捂着脸哀嚎 我妈这时候冲了进来 念念你没事吧 我妈伸手想看白念念的伤口 却被白念念一把甩开了 她看到一旁站着的我 转手一巴掌打在了我的脸上 你刚才躲什么躲 你姐姐摔了你就高兴了 我摸着被打的地方 笑了一声 她打我我连逼也不能逼嘛 要不是你写了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你姐姐又怎么会打你 这颠倒黑白的功夫可真是厉害 还好我早就对这个人不抱任何希望了 既然你这么不待见我 我走就是了 我提了早就收拾好的行李箱就往外走 白念念却在死死地扯住了我的胳膊 不行 你不能走 你走了我怎么办 她顶着那招还伸着血的脸喊道 我把她的手指一根根地掰开 你怎么办 和我有什么关系 说完我就把她一把推开 我妈连忙扶住她 你今天要是走了 以后就别回来 大学的学费也别想我替你交 我妈喊道 但是为了今天我早就做了许多准备 她的话根本威胁不到我 因此我丝毫没有放慢脚步 白念念急切地让我妈拦住我 我妈听了她的话又是各种威胁 甚至还说要去学校闹我去 让所有人都知道我是个恶毒的 连青蛙都不放在眼里的人 那你就去说吧 看有谁会相信你 我毫不在意地说 留下两人无能狂怒 离开白念念家后 我当天就住进了我早就看好的出租屋里 做了两个月的家教 加上稿费 我成功凑齐了我大一的学费和生活费 大学的生活丰富多彩 学习 实践 还有各种社团 比赛 我混得如鱼得水 很快就认识了不少的朋友 还加入了一个老师的课题小组 三年时间转瞬即逝 就在我都要把曾经的那些事都忘了的时候 两个陌生男人突然堵到了我的面前 说我骗了其中一人的钱 什么钱 我不认识你们 网上和我兄弟亲爱的亲爱的 叫的亲热 现在就不认识了 其中一个眼镜男拿出手机 翻找了一阵就把手机对到了我的面前 这是不是你 手机屏幕上赫然是我高中时候穿着校服的照片 眼镜男拿着手机在围观的人面前转了一圈 你们看 这照片上的人是不是就是他 确实像 没想到他是这种人 我记得他是一个人住外面的 谁知道他在外面私生活乱不乱 周围的人纷纷议论起来 有的人直接举起了手机拍照 我扫了眼周围的一圈人 明白今天要是不把这件事在这里处理好 这盆污水以后是很难洗清了 眼镜男再次站到了我的面前 证据确凿 还钱 照片不是我发的 有人盗用了我的照片 我们都是受害者 你竟然给那个人转过钱 直接报警吧 警察那边一定能查出来那个人是谁 话虽然这么说 但我心里却早就已经锁定了对象白念念 不会有其他人了 你来打还是我来打 我看着眼镜男愣在那里便问 眼镜男这才惊醒了一样 打就打 说着他就一边瞄着我一边打起了电话 但脸上的气焰却是肉眼可见的弱了几分 眼镜男打完报警电话后 周围的人已经散了一大部分 真的不是你 他还是狐疑地问 不是我 不过没有意外的话 骗你的那个人应该是我的一个熟人 眼镜男看着我的眼神里当即多了一丝怜悯 报警的结果很快就出来了 没出我的预料 拿着我照片 骗人的就是白念念 念念有说照片里的人是他吗 警局里我妈户在白念念的身前 他看着我和眼镜男他们站在一起 眼神中充满了对我的厌恶 照来欢是不是你找这两个男人来的 我就知道你就是见不得我们过得好 我怎么就生了你这么个没心甘的白眼狼 我妈的这些话就像根根针一样刺在我的心口 不是很疼 但是密密麻麻的很难受 眼镜男看不下去 你说什么呢 你身后那个女儿骗人钱你不好好管教 还怪无辜的人 我看有你这么一个妈才是倒霉 我 我管我自己的女儿关你什么事 哦我知道了 你就是照来欢的拼头吧 才这么帮着她说话 我妈这话一出 眼镜男都瞪大了眼睛 僵在了原地 恐怕她也不敢相信 天底下会有这样的母亲吧 在我妈身后的白念念 更是早不见慌张 脸上满满的得意 妈你这样说是笃定了 我们拿你和白念念没办法吧 或许是有之前富二代讨回礼物的经验 白念念在像被骗人要钱的时候 是没有留下一丝破绽 收的全是备注了1314520之类字眼 所以用法律不但定不了白念念的罪 连那些钱也要不回来 但白念念下学期就毕业了吧 要是被她骗的人都去学校里讨公道 妈你说白念念还能顺利毕业吗 要是连专科的文凭都没有 她以后又能做什么 继续去骗人的钱吗 或许我还可以去问问白念念的爸爸 这笔钱她愿不愿意赔 就像我说的那样 这是一旦闹出来 白念念绝讨不了好 为了稀释宁人 这笔钱她爸爸肯定会出 但是事后她可能舍不得怪自己女儿 却绝不会给我妈好果子吃 我妈这么讨好白念念 说到底也是为了白念念爸爸 要她在这两人中得罪一人 她选择的那个人 绝不会是后者 果然我妈犹豫了 我又掉转枪头 白念念你也不想你的男朋友 知道这件事吧 白念念手机上的装饰 一看就是情侣款 不管她是真喜欢她男朋友 还是要把男朋友当提款机 她都不会希望这件事 被她的男朋友知道 你要多少 片刻后白念念咬着牙说 什么叫我要 好像我在逼你似的 你骗了人钱 不就该把钱还回去吗 我笑着说 对了 是多少钱来着 转转头问眼镜男 一万八千 盛世老徐 眼镜男捅了下旁边 一直沉默的男人问 男人点了点头 不就是一万八吗 我这就给 说着 他就打开了手机 一痛按 不一会儿 男人的手机就亮了起来 钱已经给你了 以后就不要来纠缠我了 一万八都要讨得穷鬼 你清高你了不起 还要骗一万八的穷鬼的钱 眼镜男毫不客气地说 白念念被堵得说不住话 一甩手就想走人 但却被警察留住了 要他配合 再做些笔录 看若白念念僵住的脸 我忍不住笑出了声 白念念拿我照片 骗得不止一个人 我不会替他背了这个黑锅 因此我向警方讨要来了被骗人的名单 然后一个个联系过去 告知了他们真相 之后的是 我没有再插手 但是被骗的人当中 总有不甘心的 哪怕是用钱 也没办法和解 闹到了白念念的学校去 白念念没有被退学 但也被记了一次大过 每天在学校里受的指点 更是让他将近风魔 听说他男朋友 当场就和他分手了 电话那头 我眼镜男大笑起来 忽然我的手机上 又打进来一个电话 是我妈 我和眼镜男说了一声 接起了我妈的电话 欢欢 妈妈只有你了 你一定要帮帮妈妈呀 电话一接通 我妈就哀求道 怎么会 妈你不是还有你的宝贵妓女吗 哪里用得着求我 对不起欢欢 以前都是妈妈的错 你帮帮妈妈好吗 要是再没有办法 念念他会疯的 他爸爸也一定不会放过我的 电话那头 轻轻地啜泣声传来 妈妈实在没有办法了 要是他爸爸和我离婚 我活不下去的 欢欢你也不想妈妈 去死吧 我胸中一闷 拿自己的生死来威胁我 这可真是我的好母亲 说吧 是什么事 我妈一喜 连忙把事情说了出来 事情很简单 就是白念念因为那些流言蜚语 在学校里待了下去了 整天在家里发疯 甚至还说我妈要是不给她想办法 她就去死 但我妈这次为了帮白念念压下这件事 珠宝首饰都卖了 就是为了凑钱让那些被骗的人不去闹事 能做的她都已经做了 现在这种情况 她一个家庭主妇实在是没了主意 这才想起了我这个女儿 而且要不是你报了警 那些人怎么会找上念念 好啊 我可以帮你 只是这后果 你承受不承受的 助我就不知道了 既然白念念不想去学校 那就直接去工作好了 反正她也要实习的不是吗 只要能进一个足够优秀的公司实习 最好是能留下来 这件事对她造成的影响 也就到此为止了 可是念念她是大专 又吃不了苦 我妈犹豫的说 欢欢啊 你那有什么工作可以推荐吗 就比如说你师兄师姐呀 或者是老师什么的 有关系帮念念送一送呗 拿我的关系去给白念念镀金 我妈想的可真好 白念念爸爸那里就没有关系吗 万一她爸爸的熟人知道了欢欢的事 告诉了她爸爸怎么办 欢欢你是妈妈最好的女儿 你就帮妈妈这一把吧 这是最后一次我冷声说 在我的帮助下 白念念很快入职了一家公司 这是一家大公司 我有个学姐曾在这里实习过 不过没待一个月 她就因为上司 想要潜规则的是走人了 看着我妈发来的假惺惺的道谢雨 我勾起了唇角 三月后 我正忙着筹备建立工作室的时候 白念念给我发了几张奢侈品的照片 问我好不好看 我当即就知道 白念念已经和那些上司勾搭上了 不会又是骗来的吧 我故意调火的说 我男朋友给我买的 你这个没难要的就嫉妒吧 男朋友又怎么样 你以前的那些男朋友 最后不都和你分了手 他们送的东西有几样 最后留在你手里的 有本事你就让你男朋友和你结婚啊 发完信息 我就放下了手机 继续去处理工作室的事 后面白念念会发的 不过是些不服气 让我等着之类的话 完全没有看的价值 我现在只等他最后的结局 在我的工作室 顺利完成第一个大单的时候 我妈打来了电话 用死来逼我回家 我就知道 我等了许久的剧目已经开眼了 为了安全 我去白念念家的时候 叫上眼镜男周燕 因为认错人的事 他对我有些愧疚 我联系那些被骗人的事 他从头到尾也有参与 渐渐的我和他也成了朋友 正好我家的那些事 他也知道一些 也不用我多解释了 花了三个小时到白念念家 期间我妈又打了两三通的电话催促 一到白念念家楼下 我就乐乐了 楼对面一张红色的横幅 和一张立牌挂在楼对面 时不时就有路过的人 停下来拍照 议论 只见横幅上面写着 小心五楼302是 白念念做你们小三 抢你们老公 更为劲爆的是 立牌上的两张照片 一张是白念念和一个上身赤裸的男人 共戴一辈的照片 而另一张则是微信聊天的截图 说明了第一张照片的来源 是白念念发给男人正式挑衅的 这个大姐厉害啊 周艳忍不住说 而等我们上楼以后 我们发现这位正式还有更厉害的 她直接找了人 把白念念打了一顿 我进门的时候 白念念已经是鼻青脸肿 头发都被剪成了乱七八糟的短发 白念念一见到 我本就红的眼睛更红了 冲上来就要打我 被我身边的周艳一把抓住了手 但眼镜难防住了白念念 却没有防住我妈 啪的一声 她的巴掌落在了我的脸上 周艳连忙把我拉到她的身后护起来 来换她做错什么了 白念念自己不检点 关来换什么事 你有本事打白念念啊 要不是她介绍的破工作 念念哪里会被那个男人骗 我摸了下被打的地方 我介绍的破工作 当初不是你们求着我介绍的吗 而且还一定要是大公司 小一点的都不肯要 自己最后挑了这个工作 怪我 再说白念念做小三 是我逼着她做的吗 你要不要下楼看看 楼下的那两张照片 可是清清楚楚 白念念她不光做了小三 还想逼公园配上位呢 我不过是推过助拦了一把 这条路归根到底 还是白念念她自己选的 但要不是你报警 我不想再重复之前说过的话 你要是想说的就是这些 周艳我们走 我做事就要走人 不 不行 我妈快步跑到了面前拦住 你不能走 你走了念念她就完了 我停下脚步 她完了和我有什么关系 难不成你还想让我当了她的罪名 只要 只要你说是你故意骗念念去的 念念她年纪小不懂事 不会有人怪她的 你学历比她高 又不在S时上学 这件事影响不到你 但是念念不一样 她的人生会彻底毁了的 我被气笑了你凭什么以为影响不到我 现在网络这么发达 我的人生就不重要了吗 妈 你还是一如既往的自私 与其说你担心的是白念念 还不如说你担心的是你自己 你怕白念念爸爸怪你 你怕他和你离婚 你怕以后再也没有人养你 当年不就是吗 我爸给你的十万块钱 一花完你就急匆匆找了下家 我妈的脸色煞白 看向我的眼神里不再有一点伪装 满满的都是被揭穿心思后生起的怒火 她仰手就想再打我一巴掌 但这次我早做了准备 一点皮都没有让她碰着 我看着扑倒在地上的我妈 你就继续护着你的宝贝女儿吧 说完我就扯着周燕的手走了 你滚 你滚了就不要回来 背后我妈大声叫骂起来 但是她的这些叫骂已经影响不到我了 事后白念念和我妈还是没放弃 把脏水泼在我身上的打算 但就像我说的那样白念念是自愿做的小三 有照片有聊天记录为证 她这么做最后反倒是成了别人口中的笑料 被人发到网上后更是被当极品骂了好一阵 她爸爸也再也无法忍受别人的风言风语 把她送走了 然后和我妈离了婚 听说她后来又傍上了一个有钱人 还怀了孕 但是被正式打流产了 之后就不知去向了 而我妈也没有消停 又找了一个男人 每天伺候男人的一家老小不说 还没人领情 时不时就要被打骂 我问了几次她要不要离婚 被拒绝后我就再也不管她的事了 专心忙我自己的事业 一年后我的工作室已经有了稳定的客户群 在行业里有了一定的名声 一切才刚刚开始 是他的好夜 在警方里有什么消息 在祭典